Peace cannot be kept by force, it can only be achieved by understanding, by Albert Ainskine 奧恩斯坦曾經這樣說過,武力是不會驅使到和平的 只有互相理解才能夠達到平靜 今天我就會和大家分享幾個香港恐怖歷史的幾個地鐵鬼故 接著我就會說一下胡幸兒的老公究竟是否吃軟飯呢 然後我就會說一下王祖賢最近一個留言 他就說關於奧運的,引起坊間很多爭議 壓軸就會八卦一下王祖賢、林健岳、齊秦他們之間的緋聞 有什麼令到王祖賢在他的事業如逆坊中的時候 積身移民了去加拿大過一些平靜的生活呢? 究竟他有沒有整容呢?我一日都會和大家分享 Out beauty is a gift, inner beauty is an accomplishment. Are you ready? 因為他對待這部電影非常認真 因為他對待這部電影非常認真 其實他拍很多電影都很認真 譬如說他曾經拍過楊帆的《遊園驚夢》 他自己去學昆曲等等 好像他拍過一個電影叫青蛇 青蛇就是王祖賢和張萬玉兩位女主角去學蛇舞 老實說,如果你要拍得全神的話 你不可以說不要緊,我打天才波 那你就放著他做 那你就不會受別人欣賞 但當時張萬玉和王祖賢 特意花些時間跳舞 不過王祖賢是有學過幾年的芭蕾舞 即是離開台灣之前 但當時他很認真 他拍李璧華 但李璧華也是藍本來自白蛇傳的 但李璧華自己寫了青蛇 這部電影 然後兩個女主角又是 對呀,他特意去學蛇舞 你看到以前的電影工業 就是每一個人在自己的崗位 都很用心去把自己的最好的一面發揮出來 我就希望 就好像說娛樂新聞 但其實我想說 每一個人去處理自己的工作崗位 是有不同的 attitude 你自己看到我怎樣做一個YouTuber 這個是我自己的 attitude 譬如說 這陣子很幸運 Denis很能幫助我 幫我運資料 都是因為我自己做事認真 我的吸引力法則 吸引到一些貴人幫我 好像吸引到你們網友 你們可以給快點 給快點公仔 多謝了Camo 因為好像慢了下來 你們最喜歡聽林建國的 你想聽他媽媽怎麼罵他 你這個壞人 說一些正經的事情 你們又不著緊 很慢地按公仔 繼續 好了 為什麼呢 黃祖賢 其實他自己覺得 學青蛇舞 但他本身是以前在台灣 學過四年的芭蕾舞 所以他很快就已經掌握到 舞蹈的技巧 而且他說 拍片其實經常都要 喜歡他 他要看很多書 而他要保持他自己清醒 去了解角色裡面 對了 好了 接著 青蛇裡面的故事 我不說了 我不說了 我想聽林建國的 他拍完這套 總之告訴你他很認真 好了 在那個年代 他拍戲、跳舞 練蛇舞 令人留下一個很深刻的印象 因為你要有那個氣質 有那個內涵 你才可以顯示到 給觀眾喜歡你 對不對 接著呢 拍戲非常得心應手 演而優則唱 你們有沒有聽過 黃祖賢會唱歌的 在那個年代 大部分的男神、女神 好像梅艷芳、張國榮、張學友、黃飛 都是兩棲動物來的 兩棲發展 又懂得唱歌、又懂得拍戲 黃祖賢又想著登台 因為登台的錢容易一點 沒有拍戲那麼辛苦 拍戲要熬夜 唱歌 站在台上唱 唱幾手籃袋 夠錢回去 好像這樣 當時他去唱歌 而且他有出日文、國語 後期一點就唱佛經的唱片 但是很可惜他就五音不全 聽人說 因為這一報道說出來 五音不全 所以他只可以在很短時間 放棄了做歌手的夢想 在某一個訪談節目中 齊秦曾經透露過 當他聽完黃祖賢唱歌的時候 他曾經對黃祖賢說了一句說話 你還是不要唱 我還是我自己唱 但是這個女神 說了一點她和齊秦的相處 我現在就開始說 他和齊秦究竟是怎樣相處 娛樂滿世紀 經典又貼地 我現在就說他們兩個的相處 在1986年的時候 電影公司為齊秦 拍攝了一部電影 叫做《荒草逼連天》 這是齊秦的處女作 當時電影公司被他選擇 眾多女明星之中被他選擇 有鍾楚紅和張萬玉 但是齊秦偏偏選中 清新脫俗的黃祖賢 當時製片就叫齊秦說 你拿著一束花去迎接黃祖賢 你想也想不到齊秦真的拿著一束花 因為齊秦年輕人 他的樣子有點不肌 有點華底的感覺 好像有識唱歌 有玩樂友 好像很浪漫 那些男生一向有機會覺得 如果我拿著一束花 情深寬寬 情長中有多少高手 才可以選 是不是 不是說你自己英俊 人家人都受 你家人選擇你 他拿著一束花去迎接這位 去到電影的現場拍攝 《荒草逼連天》的黃祖賢 但黃祖賢第一句就跟他說 我最不喜歡花 這些不是冤家不罪頭 還有 有些男生覺得自己很自覺 有些男生太自覺自己英俊 尤其是美女看到 他一定會說一些說話來錯理 因為這些就是男女的角力 我可以把孫子兵法應用在男女的感情方面 這些就是男女的兵法 如果他覺得滿有自信 我一定會想 就算你的心有多想 如果你表現給他看 你就坐在下風 當時黃祖賢在台上說 我不喜歡花 這個男生不罪頭 我曾經多次這樣說 你看看黎智英那本《自傳》 他就說 如果你追求一個很高貴的小姐 你要當她是妓女 如果你要追求一個妓女 你要當她是公主 但是如果對回男人也是這樣的 因為男人通常 越難得到的東西是最好的 如果你那麼容易被她得到 對呀 你拿紮花 然後她很唔 然後你過兩天 說自己沒有了新鮮 那拜拜 那就是這樣 對不對 所以他也見過世面 黃祖賢 你說拿紮花來我唔 就算我多開心 都不會讓你知道 對不對 就是其中一件事 好了 接著 黃祖賢就開始有一點排斥 即是齊秦這些換世不公 以為自己很英俊那些 但是自從用什麼來打動這個女神的方心 就是聽了一首《狼》的歌 即是齊秦作的 叫《狼》的歌 慢慢向她深深情意 在這個時候 但是 好了 她剛開始拍套 我剛才不是說 她媽媽什麼喜歡爭著 幫她回答的 讓她媽媽知道 讓她媽媽知道 她媽媽當然是反對 對不對 嘩 你是玩Bang仔 對不對 不要說她是不是公子哥兒 但是她的形象也不多 像說很專一那一隻 待會你玩救我女兒 對不對 對不對 她媽媽怕蝕底 好了 她媽媽不給 但是合作完這套電影 叫《荒草碧連天》之後 黃祖賢當時齊秦第一套電影 她在台灣 但是她要回香港 自此之後 她們就開始這個異地戀 哈哈哈哈 這個異地戀 是的 那兩個 即是長一點 是吧 Distance relationship 是吧 大家有沒有試過 因為我很多的網友 都是 怎麼說 很多網友 都住在海外 你們 你們有沒有試過長一點 哎呀 是不是 很難辛苦 哈哈 我不太相信這件事 真是很難辛苦 我自己就覺得 很穩笨 差不多用塊石頭 扔下自己的腳 那麼穩笨 哈哈哈哈 當然是曾經滄海難回水 當然不會跟你說這麼多 哈哈哈哈 OK 將來有機會出來吃飯 才再說多一點 所以你們多給一些公仔 如果你想和我一起吃飯 哈哈 是的 引你們先 好了 繼續說下去 1987年齊秦 為王祖賢寫下這個情歌 《大約在冬季》 你不要叫我唱國語 待會我找回那個粵語 朱主迪待會才出現 你現在不要出現了 因為今晚有很多人在說 他的粵語叫別話 是張國榮 當時充滿了愛意 大家記不記得這首歌 去到哪裡都聽到 可能你走一個商場 可能每間店舖都在唱這首歌 也不奇怪 當時他們覺得長時間很辛苦 小拔面會產生一些磨擦 譬如說真的 齊秦的名字 外表不像很脾氣的人 但是你王祖賢 我又不知道會不會有公主病 兩個這樣 為甚麼 有很多時候 有很多時候 英俊未必一定配美女 因為大家都不想 就對方 take for granted 有請朱主 先回去 好 一會兒 1987年 送了這首歌 大約在冬季 1993年 王祖賢 在1993年 是最忙最忙 給我喝一口水 王祖賢在1993年 是最忙的那一年 他總共在那一年拍了15部電影 大家只知道這個鄭九祖 但你們知不知道 其實王祖賢也有個花名 叫做王十五 因為他一年之內已經拍了15部電影 有時一天只能夠睡不夠兩三個小時 有時連續通宵地開工 在那個時候 一個女人真的很需要別人疼愛 但是在身邊 照顧她 應該是齊秦的 但是很多時候 齊秦都不在她身邊 可以說 有些人覺得齊秦 可能不太上心 又或者有些 怎麼說 不懂表達自己的愛 在這個時候 最容易被其他男人承虛 即是有機可乘 在1991年的時候 當王祖賢接受黃占訪問的時候 其實她對於婚姻有什麼看法呢 當時她 在1991年接受這個 今夜不設防黃占訪問的時候 1991年還很漂亮 很累 即是來了香港 很短幾年的時間 都跟齊秦拍了好幾年拖 但是很多年來 他們十幾二十年都是來來合一合的 當時黃祖賢早期 是覺得 女人應該找個貴宿 即是可能她 會覺得累 都是想找個人 take care 在那時候 叫做小女孩 但是 她在那個節目裡說出來的時候 不知道是不是 希望男朋友 有機會看到 知道她的心意 但是沒有辦法 當時 齊秦 什麼都沒有做 不知道 可能有些 都是覺得自己很忙 又或者 為什麼你不可以適應 遇到我 有些人可能是這樣想的 始終她那時候 大家的事業都是這麼好 好了 在這個時候 就出現了 另一位 在她生命之中 另一位很重要的男人 大家知不知道是誰 娛樂半世紀 經典又貼地